美国在华府都还是相当严重 所以我们就做好自己的防护 就在十月底 驻美代表萧美琴 接受三例专访时就坦言 美国疫情还是很严峻 现在驻美代表处 接连爆发感染 萧美琴也在居驾隔离 萧美琴也在脸书证实 说这是今天非常沉重的消息 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驻美代表处在24号检测 有两名人员确诊武汉肺炎后 25号立刻安排有接触者接受检测 发现9名人员阳性反应 总共11人确诊感染 外交部证实 萧大使在台北时间26号接受检测 结果为阴性 但因为曾与确诊同人有接触史 目前正义规定进行居家隔离 事实上根据路透社报导 美国11月24号单日死亡人数 飙破2000人 每40秒就有一人丧命 单日超过17万人确诊 美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现在代表处人员也将调整办公方式 确保台美核心业务不受影响 三兄胡相群青等到